上一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刘汉来到太原之后我得知呢在北京啊有人搞他让他太原的煤矿啊一块煤啊也拿不出去 这刘汉呢当时找到罗金宝罗金宝呢也没有跟他说是谁这个时候刘汉呢遇到难处了 刘汉想了想的北京啊我只能找到周公子了把电话就打给周公子了 周公子这边一接说哎刘汉哎周公子咱们太原的三个煤矿啊现在出事了 周公子这边一看啥意思啊你看现在啊这个太原的三个煤矿啊 这个当地这个铁路啊不给咱们往处拉煤 周公子这边一看啥原因呢为啥不给网处拉煤说你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我已经找到这个太原哎小铁铁小鹿鹿第一把罗金宝了 因为罗金宝呢只是说呀北京不要咱们网处拉煤 这当时周公子一看你现在在太原吗说我现在就在太原呢周公子说那好嘞啊 你等着我现在就到太原去我陪你啊去一起会会这个罗金宝 那你看周公子当时啊当天晚上买的飞机啊就到了太原了到了太原之后呢周公子和刘汉大概了解这么一个情况 刘汉的把事就跟周公子说了周公子说走咱们呢去找找那个罗金宝第二天两个人呢就来到罗金宝的办公室 罗金宝这边一看周公子来了他也知道周公子是什么身份的 也是毕恭毕敬的给周公子倒成了一杯水 周公子这边就问了说罗局长你看我这三个煤矿有什么毛病吗 为什么现在这个煤一车也不给网处拉呀 这边啊这罗金宝直接就说了周公子不是我不给你拉是北京不要我拉 北京是谁啊谁不要你给我网处拉煤的 领导你就别问我了啊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 你看你是哪块得罪我们领导了对不对 这东西你问我我也没法跟你说呀 周公子说你要是不给我说我就认为你不给我网处拉煤 或者是说啊你自己有什么私心 这罗金宝私来想去啊就跟周公子出来 说是我们啊这个大boss张光不要我给你网处拉 当时这谁呢这周公子瞅瞅这个刘汉说你得罪张光了吗 刘汉说我都不认识他呀对不对我跟他又没有什么交集 怎么能得罪他呢其实刘汉不知道你给人家娘们给你驾驭了也能给你网处拉煤 但刘汉压根不知道周公子这边一看就行了我把电话打给张光 那你看这边啊这个通过这个关系就要到了张光的电话 当时呢这个周公子啊把电话就打给张光了 张光此时就接了说哎你好哪位周公子说我是周公子 张光说啊你好 我问一下你看我太原这边这个三个煤矿这个煤药 你为什么不给我网处拉呢张光说我没说不要你拉呀 啊那可能是当地这个局里边这个铁路这个车没那么多吗 对不对你们别着急慢慢会给你网处拉的 那周公子也没法跟他说说是张那个人家罗金宝说了你不要拉呀 那不给罗金宝装理了吗对不对周公子啊哎直接就说了你这样 我们这边又做错什么了或者哪里边有不合适 您跟我说句话对吧然后呢咱们改或者说孕驾丁 你说话咱们往前提你这煤不能够网处拉吗 你现在这个煤矿啊整个都停止的状态不敢踩培了 这院里边这个煤啊都堆成满了 这边的张光就说了说周公子不是不给你捞啊 是暂时啊没有那么多的车说话把电话就给挂了 当时这个周公子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周公子看了看刘翰说你这样不行啊咱们到北京去找他去 而旁边的罗金宝啊直接就跟周公子说 周公子你别着急说三天以后啊我们这边有个会议啊 张光你可能会到这块开会的到时候啊 您当面跟他说一说看看哪个做错了 咱们再想办法解决不就完事了吗 这周公子左右这么一琢磨说也行 要不然还得去北京然后还得返回来 那就跟着他等了三天 当时这三天呢这三个煤矿的全部都停下了 就这边张光啊到了第三天就跑着他开会 那你看周公子呢其实呢他也是比较讲理的 说年纪开会呢咱就必提这件事 晚上呢张光啊入住在太原的这个锦江大酒店了 周公子刘翰带着刘伟等人呢就来到这个锦江大酒店了 在这个房间里边啊 还有呢铁路公园的几个领导在这块呢啊聊天呢 周公子这边一进屋 当时呢这个张光啊看了看周公子也认识 瞅瞅哎周公子您来了 周公子说张君为什么不给我网出拉煤啊 这谁来到是你们这个铁路里边的车不够了吗 不够赶紧就买申请 当时的张光就说了你别着急不是不给你拉 慢慢会给你拉的 你等着就完事了 周公子说让我等多久你说个时间啊 让我等多久这个时间呢我也不确定啊 你看呢这是有统筹安排的 旁边的刘伟啊看了看张光 说你这不是找理由就是不给我们拉煤吗 啊是我们哪里做错了吗 那其他的领导啊全在那看着 这边张光你看你们说话注意点 对不对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的为什么不给你拉煤啊 对不对啊你们想多了 周公子这边看了看张光 说你就说今天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拉煤 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能解决啊 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对不对 这些领导全搁的 张光看了看周公子 说不是我不给你拉 现在没时间 周公子说啪叉就一下子 直接就给张光啊一个大包含的 张光这边看你他妈敢打我啊 张光挥手啊拿起要跟那个周公子支撑 这边刘伟啊拽着张光 啪啪啪就散炮了 给张光那个嘴啊都给打出血了 那你看呢这边刘伟打完张光之后啊 跟着周公子他们就走了 那你看张光这边也不愿意 马上报个六扇门 那六扇门也知道周公子是什么身份 不敢抓周公子 就将刘伟呢给抓起来了 那么你看刘伟被抓之后 张这个周公子该怎么揪这个刘伟呢 知道了利昂下期给你讲述 我是嘎嘎精彩 有一个无人的复价 不可别人可以帮忙 好不可别人好 那边有个怎样